真的连偷听人拉屎就是这么懒的 OK前两期视频我们划水 划得还挺爽的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房产 大家都知道我们房子差不多在7月底就要做交接了 然后我们8月可能就要搬进新房子了 前面中间会有好多事情 然后搬家什么的 中间会有一个差不多一个礼拜的空窗期 然后我们准备是这样子 就是说把我们的家具先搬到那家的门口 或者是后院里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罩子给你罩好了 然后锁在那边 然后等到我们房子交接完毕以后 新房子人搬空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家具再慢慢的放进去 很多人可能关心我们贷款是怎么贷的 我给大家一个hint RBC银行有个叫担保人制度 我就不多说了 懂的人都懂 OK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Justin 我说想介绍一些老房子 你还真可不介绍这么老了 其实很多人吐槽我为什么买一个30年代 30年代将近100年100岁的老房子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住这种房子 如果说这种房子的话还真住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套房子 真的是1910年代 然后里面祖祖贝贝住到现在几乎没有换过 这个房子基本上没有维修过 看看全部破了 里面这个真是微楼了 你看这个基本上都要塌了 地基都已经裂缝了 这个房子你住在里边 我觉得甚至对健康都不利 因为它里边从来没有保养过 从来没有维护过 像这种100多年老房子 如果你一直不去保养的话 它的木头里面会长霉斑 那个东西是会吸到你的呼吸道里面去的 所以像老房子的话 它的维护保养值非常重要 这个房子我觉得是负价值 房子拆掉你还得花钱 建商不希望有这个房子 基本上是负的价值 OK我们今天不是来介绍这个的 是介绍旁边这个坑破的 怎么一个比一个破 这个是一个商铺是不是 这样子这个房子以前也是一个 1910年代的当时的一个法式建筑 在曾经这个还是一个豪宅 在100年前 然后后来慢慢的衰败以后 前面半部分被之前的屋主改造成了一个小卖部 之前开了一个是卖这种杂货卖烟酒的 然后后面是上下两个分开的住宅单位 但是一直是因为出租 然后疏于管理 所以这个房子就慢慢的开始破败了 非常非常破 现在这个现任的屋主把它买过来以后 为了把它出租整个房子进行了一个翻修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他这个原来的原来的这个面貌 可以看这个这个不是我的镜头积变 是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对歪成这样的对 这种这种都不用焉无视了 没啥好焉的 焉起来怎么样 修还是不修 对可能很多这个普通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 不会去买这种房子 但是就是作为建商 作为投资者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这边这个投资这种就是老破小房子 但是地段还不错的房子 然后进行改造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Justin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OK我们去他的出租单位看一下 这个前门是开不了是不是 从后门走 你看看这个外墙整个 外墙现在这个好像新一些 他从头到顶全部都换掉了 换一个外墙 然后这个还没有刷器 以后会刷成这个老洋房的颜色 然后这个窗户也是换过的 装了个小门 后面看着稍微像人能住的地方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像包括这个后院这些花坛呀 木条啊 这个patio 都是重新做的 如果说你这边建一个比较好的 像比如说对面那些房子那种样子的话 像那边那些房子你估计能卖多少 对面那房子 目前有一套在挂牌的老洋房 现在开价是245块 Holy shit 就是标准地4026和这个地一样大的 但是人家当然房子长得比较漂亮 上下四层然后很洋气那种 但是是多少年的房子 也是100多年房 对100多年房 这一样 这有点那种西部 西部片那种 这个是原装的100多年的门框 这门都卡住了 这个都是重新漆过了不是 这个全部都重新漆过了 对那这个门那什么都是以前的老门 对这个房子不打算卖 只是说出租的嘛 保守也是这种玻璃保守加铜的 不过我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虽然说你这个重新漆过了 然后也稍微弄了一下 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新家 还是有能闻到明显的味道一些 那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房子它历任的主人 都是把它租掉了 所以没有真正的移任主人 是非常的爱护这个房子的 所以你进来以后 感觉其实还是有点破败 这个已经是全部装修以后的样子了 这木板地板也是混换的 漆也是混换的 对照理说 其实不应该有味道了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华人 就看了看过了这些房子以后 就是进来都有味道 嗯 他就觉得应该老房子都是这个感觉 其实不是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爱护好的应该还是挺好 不过这个房间真的好小 真的 然后这些要换的一些灯具啊什么的 比如说还装这个闪明灯这些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稍微大一个房间 这个这个应该能放个queen size床 放床以后 基本上稍微放一个橱柜吧 然后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看维护不好的房子 基本上还是有点斜的 这个算是什么软土区用什么 这个完全不是软土区 只是因为这个房子就真的是太老 然后维护的不是特别好 对 然后 哇 这个房间好像稍微大一点 其实是他的其实像主卧 对 我觉得你们这个配色还是弄的挺好的 就是挺像就是 就是老洋房该有这种配色 因为我这个客户呢 也是说想把房子租给西人 那也是参考了 像当时我们买卖那些老洋房的配色 是给他装修的 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个颜色配色 其实我老婆你这个 哇 这是什么 有厨房间 哇 这个厉害 对 就是新房 老洋房总给你一些惊喜 就是说 老有一些就奇妙的设计 但是呢 其实反正空间都是那个空间嘛 用起来都很好用 这个是不是 就是他的厕所 这个是整个装修过的一个厕所 全部都把这些马桶啊 浴缸什么给换过了 我们家我们家新家也有这种设计 对 就是这种 挺有味道的这个 对 就是放不了什么东西 倒是 以前人啊真的 一瓶大宝 全家 全家就就就就就 全满足了 对 就就这里放两瓶大宝啊 那现在我跟你说 你看看我媳妇的化妆品 我这 这这一面墙可以可以放吗 这个 所以说现在现在的需求的确不太一样了 这里这里是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按按门是不是 对 以前呢这个房子是上下两层 然后这个地方是下去的楼梯的位置 现在呢直接跳下去吗 哇 又多了一个厕所 我靠这个 日本敢这么弄 你看这个这个台盆多小 对 日本日本敢这么弄 但是呢 这日本呢 不会空间利用这么差的 就是台盆下面 估计再给你搞点机关 所以还能再来个领域 对 还能再给你来点机关 但装这个的话 就是为了说以后租金能够更高些 然后如果再卖房子的话 这有多个厕所 我记得价格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楼梯间改造的 这都有人抢 这都有人要租 我们租了 我跟你说 宁可 就是很多人真的是 宁可在市区买一个小破地下室 也不要住到郊区去 这是楼上的厕所的下水管 这个原生态 对对对 大家记得刚刚那个小厕所 就是从这儿下来的 哇 爽 万一炸屎了 这万一炸屎 你现在头顶上的位置 就这么拉通 真的 头顶上拉屎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从这里下来 这真有人住啊 这有人住 好多人抢这个 完全 好吧 两个房间 我靠 这还有 不过真的 就是说 如果说长期住在这种 就是大城市里的 这肯定不是最激单情况了 肯定有比这差得多的条件 这算是 我错了 我错了 肯定有比这差得多的条件 我给大家不要笑话 这个你在别墅里吃着这个火锅的时候 很多人还在这种 就是相对条件差一点的地方生活着呢 有机会带你去拍这种东西 这个真的 咱们家这煮一辈子 一辈子没法直起来做人 对 一辈子没法直起来做人 这个 但是真的还是有人住 还是有人住 这就是 大城市 房价的 房子的变态之处 而且租金便宜 真的 真的是 什么都有啊 但是我跟你说租金便宜这种 我估计 你租了租客 说不定也挺麻烦的 所以说还是需要付点 花点工夫估计 反正 我客人他是交给你管理公司来管理 因为你想三个单位 然后又是租客也不知道什么人 自己没法管这种房子 宁愿的花点钱 那得花多少 百分之多少 通常的话市场价很多是在 百分之九到十的租金 给这管理公司 那还行 还能接受 但其实你省心嘛 你要是自己管的话 很多这种 鸡毛蒜皮的事情搞不定 对对对 再看一下厨房吧 它这个厨房就是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厨房 不太一样了 那这里厨房有个门 直接就 哇这是 这个厉害了 啊这前面就是店铺了 这个层高就很高 对对 这个是可以 今后是可以建成两个房子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 这个土地的性质的话 如果你把老房子拆了 可以建成前后两个双拼 duplex 或者是可以建一个独立屋 再加一个后厢屋这样 Ok我们看的差不多了 Justin我问你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他不选择 直接直接推倒充建呢 因为说实话 这个房子虽然说很破 但是现在整个买下来的话 它的租金相当高 楼上刚刚咱们看的是一个三房两位了 然后楼下是一个两房一位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标布 所以整个房子虽然那么破 但是如果租出去的话 可以差不多到五千三到五千四 这租金相当好 相当好相当好 对 这个房子大概是多少钱买呢 什么时候买的 这房子今年买的 然后价格的话 大概的一百五十万以内 一百五十万以内 然后能租 能租多少呢 能租五千三到五千四 对对对 放在国内的话 那简直就是变态集的了 这租金回报相当高 你知道吗 就是国内 比如说你在深圳 广州 或者是上海北京 你买一个 现在房子比如说七八百万的房子 你估计能租到多少钱 也就租个四千多人民币 是不是 很多了 这个 对四千多人民币 然后这个房子一百多万 能租五千多加币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屋主也是花了一些钱去装修的房 我想楼上楼下的出租单位重新去装修了 加了厕所 然后外墙又重新的去做一个老洋房 是 你cover你的mortgage 轻轻松松了 轻松松 但是这个房子的话 缺点就在于说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房子 像装老房子的话 一般的投资者不太敢买 对 毕竟一百多年的房子 你还要花钱去装修 还得请人来管理 一般人真不敢投资 对 然后也得维护 像这个房子 像你怎么稍微搞一下 花了多少钱 这样搞的话大概整个3万块钱不到 因为是为了出租 所以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 对 一百多万 然后加加上三万块钱 然后能租五千多 大家了解一下 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说今后这位投资者有没有想法 把这个房子重新推了重新建 有 其实他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话 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长期出租 然后后面把这个房子再转手卖掉 那第二个的话 一旦市场的点 真的是很好的时候 就干脆把这个房子拆了 然后建两个前后的双拼 都拿出来卖 我们算一下 就是说这个房子 如果说建成一个 两个duplex的话 花多少钱 如果说按照账面的成本计算的话 大概是70万 但是你盖房的话 通常会有很多的不可预知的支出 那我感觉80多万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数字 OK 然后建好以后 别说就是今后了 这个房价应该是肯定是建成的 对 因为现在通过魂状的力量 就说现在吧 咱们现在 比如说这个房子 现在只能卖个150万 然后呢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魔法放一挥 对不对 这个立刻变成两个duplex 能卖多少钱 对 假设说你有个魔法棒 马上把它变成两个新房子的话 目前今天的市场这个房子前后两个加起来 大概在310到320万 但是呢 这个Justin也提醒了哈 这个建房啊 就是推房建房这个事情 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肯定是搞不来的 对 必须要有经验 否则的话 如果你包给别人的话 就不会赚那么多钱了 对 对 但的确如果说就光无普通人 如果说你有这个钱的话 你就买一个这个小破房子 对不对 然后稍微给他内部改造一下 就基本上能住人的这种效果 然后分租出去 对 像普通的投资者 如果不是有建房经验的话 我是完全不会建议说 买这么一个特殊的房子 那可能更适合买一个 像刚刚隔壁那种 就普通的老房子 花点线去翻造一下 或者说一个干脆状态好一点的 你不用装修的把它租出去 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 比如说我能带到一个 200万这个一个水平的价格 你会去买两到三个小公寓 更赚钱 还是买这样一个小破房子 更赚钱 如果从租金回报率 然后说土地的升值来讲 那肯定是这种老房子 规定像这套 对 比如说一个标准的老洋房那种 肯定是更赚钱的 但是很多人handle不了这样的房子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handle这样破的房子 对 对 就有看个人的选择了 对 O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